我经常碰到国外的经济学家 这些企业家常问我说 这两年中国增长放慢 那么你们其实中国 你看你的宏观经济 你们的资产负债表 你们的工具箱 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多 你随便做什么 就可以让经济飞起来 但是我揣摩到现在 我想明白了 我们国家要让经济飞起来 很快就能飞起来 但是他为什么不那么做 因为飞起来的经济 不是他要的经济 他要一个不一样的经济 这个不一样的经济是什么 就是他要我们去投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消费起来 很容易啊 直升飞机钱往下扔 消费就不起来了吧 那么消费起来 他买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汽车 刚才您说汽车 十年前你要发钱买汽车 大家都会买汽车 但是汽车里边 咱们国家挣了多少钱呢 很少 我们整个汽车行业 以前燃料燃油汽车 全部是外国资本的 对吧 附加值非常低 我们国家的附加值非常低 发动机啊什么都人家的 我们扔了钱 花了钱买了车 挣了利润签署 乖乖了德国美国日本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要自己买买车 却买了EV 附加值都我们自己的 那么有多少行业 是这样的 还很少 还很少 那么 到了哪一天 我们刺激的经济 我们花的钱 我们自身机飞去 飞过去扔下来的钱 如果花了 花了以后 这里面的利润 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在挣的 那么这个经济飞起来的经济 就是他要的经济 这是我得出的一个猜测啊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产能 刚才讲到的制造业产能 对吧 我们的制造业 我们的产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最大的产能国 美国 德国 日本加一起 我们还要大 我很有意思 我前上个月 我做了一个 我有一个一页PPT 就像中国的产能有多大 美国 德国 日本加一起 我们还要大 然后我的助理跟我说 他说这一季度的数字 不一样 一季度上去很多 现在是中国的产能 比美国 德国 日本 加印度还要大 印度就是有零头的零头 一个季度的数字 就把这扔进去了 就巨大无比 但是你看看我们的产能 我们的制造业 平均的毛利有多大 就附加值有多大 其实很低 才十几好像 十二 十三 你看美国 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的产能 在全球很大的时候 他们制造业的毛利 那是四五十啊 三四十 四五十啊 那这个产能 有多大的价值 这个产能的价值 是巨大无比的 我们的产能是 五到十确认 美元一年 五到十万亿美元一年 那么上面那个 附加值呢 毛利的三十个点 这个钱我们没再挣 如果我们经济飞起来 我们这个钱 也是不是我们挣的 也是别人挣到的 那这个钱 如果我们挣到了 什么共同富裕啊 什么全买单了 什么人口老龄化 也买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 得出的结论就是 国家要让我们 这样的风险资本 我们这样的市场资本 去投哪些东西呢 把这个产能里的 附加值把它提高 制造业的附加值提高 那么只有通过客气 就是刚才说的硬客气 第二呢 新的产能 就是新的行业 新能源 新材料 合成生物学 所有这些 中国在第一天 就是引领的 就技术引领的 投入到这些东西 第一天 它的这个产能的附加值 就非常高了 这个 那么这个产能的附加值 上市了以后 我们的消费 我们花的钱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经济 挣得 才能挣更多的钱 这是我得出的一个 一个猜想啊 那边 感谢观看